我今年考到了 英尼加的症状 像游泳的话 不是那个 鲨鱼籍的 潜水我在二十 二十年前 就游了吗 我就有那个 PODY的Open Water 其实每一次参加 公益活动的现场 都是那样的 很期待 很雀跃 然后 心里也就有点想法 我觉得做任务的事情 都是要 发自内心的 喜欢跟欢喜 你有没有什么 平常保养的小朋友 其实我觉得 有九个字 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 发现问题 找方法解决 就是一个最好的 保养九字真言 是莫国什么最终的家 一定有异性朋友 对 有好消息的话 一定会跟大家讲 哇 哇 那就是没有啦 感情的事情实在是 盛天的安排 有答跟没有答应 那你最近是不是 有个故事 余嘉的话 我倒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今年考到了 英雅家的证兆 因为我一觉得说 喜欢这件事情 就应该 更深入地去了解 她的精神所在 我觉得一心那个闺蜜 已经拉着我再上课 不是要上免费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愉快啦 我其实不好为 不好为人师 我比较享受自己的 那种身心灵啊 跟瑜伽一起成长的感觉 那会不会考上语 是会想要再考进一阶 的确是 就会想要说多拿几个证兆 除了瑜伽之外 还会想要再考什么证兆 那种地方 像游泳的话 不是那个鲨鱼籍的 就是蝶养蛙字 就蝶式啊 我都 我都已经那个教练都已经 科学了 然后 然后 然后有 多余的时间的时候 会在那个幼稚园吧 教小朋友游泳 嗯 然后 会不会想要挑战潜水 啊 潜水我在二十 二十年前 这有了吗 我现在有那个PADEE的 Open Water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潜水的 对我已经考过了 那时候就是包括气瓶啦 还有就是你要在水底下三十米 把所有的装备都解开 包括你的那个呼吸器 然后再穿起来 对我已经有PADEE的 大家说 有机箱见得着 没有啊 其实 我做的事情都是 自己真心喜欢的 除了朱蒜 我也有朱蒜二级的那个 但是 那个我没有很喜欢 这样多才多艺 我也真的没有办法